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张维珍传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15章1节-17节 这一段经文承接上文 约翰福音14章30-31节 指出世界的王在耶稣身上无能为力 世界王卖不到耶稣身上 而世界王之上有位主宰万有的上帝 这一段经文15章1节-17节 可以有三方面的反省 第一方面就是关系的根基 15章1节 耶稣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耶稣到世间来成为人 甘愿谦卑接受被栽培 遵照父神的心意 以15章5节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重新关系的基础 知子念在葡萄树 知子才有生命价值 15章16节都提到 神有主权了简选属他的人 能够被简选 即是意味着有些人没有被简选 不过能够被简选 连在耶稣身上就会结果止约 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而第二方面的反省 就是资子的名徒 当父栽培葡萄树 修剪之子 之子怎样知道自己被修剪的原因 因为自己没有结果止 还是被修剪为了要结更多果子 我们可以思考到 15章4节至5节 7节至8节 都重复提到 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经文都多次提到常在 重复出现了的动词 意思连在耶稣的门徒 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行 彼此是相熟的 有永久密切的关系 经文都提到收剪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剪掉 不结果子的资子就会被剪掉 都浪费了栽培者的心机 而第二个方法就是修理干净 透过神的话 圣经和祈祷 使得我们属灵生命 有深度的成长 祈祷就不是祈求事事顺利 也不是交换条件 而是祈求神 给我们常年在 主耶稣基督里面 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可以合神使用 祈祷经历到修理干净 就以便更多结果子 神修剪那些 难助我们结果子的残肢 以至到我们在品格 美德 信心上都有更好的发挥 而十五章八节都提到了 耶稣心目中的门徒 就是要多结果子 这个都是生命的流露 而第三方面的反省 就是资子的生命流露 当资子 连在葡萄树 就会多结果子 耶稣基督 都不让世界的王 连在他身上 反而 他不介意 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 来到他连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属他的人 都有生命的流露 包括祈祷蒙英雲 喜乐患日 和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连在世界的王身上 还是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你的生命连在葡萄树 经历被修剪 或者修理干净的过程里面 有什么体会 当信仰生活 连在耶稣基督 我们又如何去流露 发挥从主而来 那种的生命力 我们同心祈祷 趁来恩主 神你掌管万有 又介入我们生命里面 给我们经历到神的爱 你的美意 来到去收剪 每处属你的生命 可以能够结更多果子 荣耀你 感谢神 给我们有机会 同神 你要同工 更体验神的同在 和封信 祷告 乃奉主耶稣基督生命而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